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棟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內地和保安股市中央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上證中落指數 中央收市升6點,中央收報3480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78點,中央收報14430點 創業版指數升27點,中央收報3021點 廣告方面,恒指半日升到23點 半日收報29102點,國企指數跌18點 中央收報1049點,大市半日成交809億多 請你Arnold跟我們聊 Arnold你好,來到4月最後一個星期 市繼續是拉鋸局面,291樓上,中央市 但成交只有800多億左右 就快又期結,月結 後市是否繼續會在一個拉鋸局面 去到5月會否才會有些突破的情況 其實你說什麼時候突破,我們都不敢肯定 而事實上,你今早早的指數 亦都試過再升穿50天線 這個月第三次升穿50天線 但又是站不穩的 但站不穩又不代表市立即馬上掉頭向下 而參考上個禮拜,禮拜四或禮拜五 看回到市前試過掉頭向下 但都是好像跌不穩 其實我們覺得市正在慢慢進行底部 而看到近這兩個假日日 即上個禮拜五和今天 那些科技股 跌至五六、七雙的股份反彈 反彈勢還能保持 但其實你拉圖來看看ATM 全部都是橫行架局 你某程度上是轉勢,轉了跌勢 但是不是有個升浪出來 暫時未必見到 相反地就是一些傳統之前比較強勢的 Rail Stock,舊經濟股 有沒有機會再發力上升 這個比較關鍵 但你如果看宏觀經濟環境上 這一刻又不是樂觀得那麼重要 所以是找人突破的唯一 現在的觀點就是整個四月份的波幅 真的太窄了 只有1000點左右 你說現在貼近高位的時候 我始終都覺得向上突破的機會大 但大肆成交金額 預料只是有一個至多慢慢改善的情況 你要出現日軍成交金額有2000億 就是你撇除背股的因素 應該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就算向上突破 就要想回可以上網多少 不要太過貪心 要望三萬點其實應該都比較困難 但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會建議暫時短線看目標 以29,500至接近3萬點 29,800這些位置作為目標 樂觀點看3萬點都有機會 但就要看有沒有一些進一步消息配合 就要看目前全球疫情 或者經濟狀況來說 一下大升是難 但我覺得短期來說 再不穿10天線 站在29,000點路上 最終有機會向上突破 所以下週其實都關鍵 看看指數是否站得穩在50天線路上 真的要看得穩 其實其實升幅要擴大多幾十點 至一百點左右 你能看得穩的話 其實我想只剩下一兩個假日 再推翻三四百點左右上去 應該不是說無可能的 好啊 今天科子的表現 即是跑贏行至 彈了百分之1.4左右 個別又講一下 Bilibili快手這些 短視頻的一些股份 今天的表現比較突出些 快手半日升到7%上來 Bilibili升大了百分之6 這一類型的股份又怎樣看 Bilibili 創了上市新高 還追不追得呢 我想這些位置最唯一怕 就是高追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其實由它上市至今的看法 沒有什麼改變 你怕可能之前 怕美股科技股拖下 但是你看到就是 上個禮拜五都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夫人稅那些 大家不是說很特別關注 但是問題就是這些消息 可能突然間 他又找這些消息作為一個調整藉口 短線是在怕這一點 所以你要去買Bilibili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以之前那些高位 大約880元做指示 嘗試搭個順風車 看它升一成 它要升多一成 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多大行都看到一千元流上 那你說股價現階段 是不是都是貴的了 那你說股值貴 仍然是存在一個風險的數 但是是不是一定所有股份 股值一定要向下行 那又未必的 那你Bilibili Bilibili 其實遊戲業務也好 視頻業務也好 很多你說市場都看 有一個很強的變形能力 所以短線來說 那個股價強勢的問題 就是值不值得這樣強行去追 短線很老實直播率不會太吸引 那麼我們覺得就 你看高一成就OK的 但是大前提就不要再穿之前的高位 那你就以880元做指示 但是其實看到今天視頻上面 之前那些弱勢的快手等等 都有一個顯著的反彈 突破了之前那些弱勢 那其實你講以快手的例子為例 那你穿250元 我們之前都是叫指示的 但問題上個星期五星分上來 你是會有條件去追 但是你看到圖表上面 其實只是突破了這個下降趨勢 但是你說快手這些 其實可能你不排除 一個上落格局 就在290元 至到可能240元這些位置上落 那去到中間 偏上你又強行去追 的時候 就會有個風險分 所以我覺得整個版本 轉勢又未肯定住 而Bilibili 好處就是 沒有什麼被人小 還是說有很多資金 在美股市場上收集 你港股一樣同樣炒上來的 所以你說Bilibili就做好風險管理 但是快手這些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上去290元這些位置 都會建議十九戶 好啊 謝謝Anno 那麼詳細的分析 那都想問一下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問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啊 謝謝Anno 這支節目時間 參觀和Anno談到這裡